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后面的就是我们破斯的City 今天我的一位朋友Simon 其实我在来澳洲16年以前 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认识的华人就是Simon了 对了 来了很多年 所以今天正好 其实也想让Simon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澳洲的故事 我想问一下Simon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 我是07年12月30号落地悉尼 你当时是过来留学还是 那时候是来留学 那时候是申请的乌龙港大学 在悉尼南边的一个城市 号称澳洲第九大城市 乌龙港 其实说实话乌龙港一个城 还不如我们家乡 因为我是从安徽乌湖来的 乌龙港那个城估计也就乌湖市市区大小 人口前前后后加起也就一百来万人 也比较少 乌龙港大学前身算是 New South Wales大学的Engineering学区 后来自己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学校 但是现在乌龙港大学也是不错的一个学校 仅次于八大 那你当时是过来读大学本科 没有是研究生 研究生啊 那你在国内是读的哪个大学 我国内就在我们家乡 我安徽乌湖的安徽工程大学 哦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又到澳洲来读个研究生 因为我叔叔他在悉尼 然后所以觉得这个澳洲环境也不错 然后刚好又想脱离家人 不想在家里面的人的掌控下 所以就飞过来了 那当时在这边来读研究生的话 还是考雅思还是挺辛苦的吧 考雅思前后考了两三回 也学了也去在国内报了那个新东方的雅思班 也做过培训 那你当时读学的时候有没有在这边再读语言班 读了五个星期的语言 因为我们我记得我们当时要求六分吧 我是写作差了0.5 所以五周的语言 不过语言说实话语言课程很好 他能帮你更快的融入这边的教学环境 然后也能够认识一帮学生 一帮同学也听了 那你当时是学的什么专业研究生 我学的是信息工程 移民专业 对就是奔着移民来的 至于那个专业也没有用我不管 你当时是来读研究生 其实你就是想来到移民的 对我的目的最后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移民 所以当时给我的选择我自己 因为我本科学的就是电子信息工程 所以根据这个的相关专业 我来乌龙港大学我申请的就是信息工程 还有一半的是那种电器工程 所以我的当时我的信息工程 那个master它是两个有两个subject 其实就是engineering加上那个电子工程 两个一起的 因为看我频道的朋友很多都是经常会关心 关于留学移民的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如果你到澳洲来留学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选好一个移民专业 要不然你读了几年最后移不了名 那就求大了哈 对这个东西就是对于你个人的规划来说吧 很多人其实他们在留学之前 并没有想好自己为了之后是为了要留下来 还是说逼了业之后以后回去 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很随意 但是说实话都是大人了 都已经18岁以上了 没必要对自己那么随意 尽量多规划两年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免得之后浪费自己时间 你没有走弯路是不是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叔叔在这边 我没有走弯路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本身就想好了我要移民这条路 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我就是奔着移民专业去走 当时我的那个专业就叫MICT 就是移民专业 出来以后就是移民 那你而且那个时候移民相对来说也没有 相对容易很多了 我当年现在的话 对于亚瑟琳要求可能四个七至少 对我当年我只要四个六就好 分数不一样以前六十分就够了 对那你当时毕业以后你是你在系列工作吗 我当时毕业了一业说实话 这就是牵扯到留学生的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我们这种一直上学的人来说没有工作经验 所以你在没有拿身份之前 你因为没有身份 所以面试的时候第一轮你就被筛了 至于我后面拿到了身份 但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也很容易就被筛掉 所以我们当时因为因为本身来澳洲 平时也都是一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所以对于餐饮那块也是很熟悉 所以我干脆我闭了业之后就直接买了 接手了一家Fish and Chips 就是鱼鼠店 我自己做自己老板 那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关注我频道的很多朋友 有可能会遇到投资移民 有可能他为了拿到临时身份过来之后 要买一个生意 其实像这种鱼鼠店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不懂的人可能里面也有很多 鱼鼠店其实说实话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上手的 一个是一种生意 因为他看你的规模了 正常情况下一家鱼鼠店 你的规模不会很大 前前后后雇个大概四五个人足够用了 平时也就准备一下炸薯条炸鱼这些东西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的鱼鼠店里面都涉及到要炸鱼 鱼的话都是分为Butterfish和crumbfish 就是拿面包糠做的还是拿那个生粉 拿生粉的一样的就是事先裹粉 裹完粉炸都是要做precooking 每天做好precooking 后面正常到了开店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做就行 有的fish and chips店的话 他还会带一些比如说bacon egg grill 旁边会有一个grill台 小的工作台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steak sandwich 做一些汉堡之类的 所以看每家店的规模不同 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做投资移民 因为澳洲的你也知道 澳洲对于投资移民 你之前的那段时间的经商要求很高 所以你在没有经商经验的情况下 你直接去做一个fish and chips 他只能够帮你争取到再多两年的经商经验 然后你还要去做很多的相关准备 不过fish and chips对于那些没有接触过这边澳洲经商来说 是一个很容易进入的店 它的门槛比较低 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像什么奶茶店 这个饮品店也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生意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像澳洲这种小生意 老板一定不能当甩手掌柜 肯定不行的 澳洲你生意做的再大 我们这边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家他们都是开着那种大型的中餐馆 一开四五家的 每天都自己在店里面来回跑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就是经商的模式不同 你没有办法全部放手 澳洲的人没有那么多什么职业经理人之类的 大家都是工人 给你上班就是为了拿那份工资 他们不会太过多的在乎为了这家店 他们要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无非就是一个死工作 所以做老板都比较辛苦 对 可能说就是因为大家生活条件都还不错 随时可以躺平 对 你这个工作不干我 那个工作就干就行了 这也是澳洲的另外一个特点 大家每个人都很闲 那西蒙你除了鱼鼠店 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澳洲比如说工作 包括做生意 有比较一些很艰辛的地方什么的 我们当时我是09年毕业 09年毕业之后我就接了鱼鼠店 做了一年 那时候还在乌龙港 当时在乌龙港 10年到11年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几个朋友一起 在看 在考虑要往佩尔斯这边搬 因为佩尔斯当时属于第一个 矿业的崩命那个时期 整个经济环境都不错 所以我们当时专门飞过来佩尔斯 考察了一下这边的经济环境 当时我们也选择了 有几家选择了几家店去做备选 包括中餐店 包括kebab 包括一些披萨店 最后我们选择了一家 在佩尔斯的一个中餐馆 那家中餐馆大概能够容纳150人 同时就餐 然后每个星期的营业额也是不错的 大概基本上3到4万澳币每周的营业额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就把那家店 给盘下来 盘下来之后我们就从佩龙岗那边 三家人一起开车 来到了佩尔斯 然后相当于在佩尔斯这边又重新创业吧 好我们运气不错 因为看上的那家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不是那种被人过度包装的那种店 所以我们接手下来之后 营业额之所有东西生意都很稳定 然后只不过就是大家干的都很累 因为毕竟餐馆 餐馆的话 我们都是基本上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时间是跑不了 从开门就开始做准备 包括打酱料 这些做华人餐馆 都是需要经历的一些过程 我们全都会 因为为了不让员工抓住我们的命脉 所以所有后厨的那些东西 我们当时是两个老板 我和我的发展两个人在里面一起做 我们把所有东西全部学会 也就能确保就算没有厨师干 我们一样能够把这个家店给运营起来 然后好就好在 我们算是遇上了一帮很好的团队 在大家的同协同配合下 一起走过了5年的时间 后来我们觉得做乏了 确实做得很疲乏 每天干重复同样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什么心意 所以干脆决定去把店给卖了 我感觉就是在澳洲好像餐馆这个生意 在我心里有种感觉就是最累的就是餐馆 因为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解价值了 对 基本上别人放假的时候 都是我们最赚钱的时候 对 所以你到了澳洲之后 尤其是你在澳洲待的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发现了你在这边是来享受生活的 要是你全部把精力全都用在那个挣钱做生意上 是不是很不值 生活是生活就这么点 我不珍惜这个生活的时间 生活的时间就离我远去 很简单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下 很多人可能没有来过澳洲会觉得 你这个从西里搬到珀斯来 因为珀斯大家心目中肯定是一个偏远地区 你是城市近农村的 你当时怎么想 这个可能也跟我的个人的喜好有关 因为我说实话 我不是那种很喜欢热闹的地方 包括因为我们当时在沃农港 虽然离悉尼也有一定距离 开车也要一两个小时 但是到了周末我们就开车去 或者坐火车去悉尼逛街 那真的是满条街上全人 跟我回上海回深圳没什么区别 我来这儿了 我就是享受这种慢节奏 享受这种悠闲的生活 那我待在新尼有何不易 我还不如回国 可能发展空间更大 所以我干脆我就刚好跟朋友一起 有这个汽汽汽搬到了珀斯 珀斯这边很大 人也很多 两百多万人 但是分散的太散了 所以相对来说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集中 对我来说我就我也很喜欢 包括你看这个下午的环境 这边多舒服 我们对面就是那个珀斯的市中心 CBD 你也看不出来有多分 虽然珀斯它是较偏远地区 但实际上它跟希里相比 你希里可以有的配套设置 基本上也有 该有都有 人又少很多 所以每个人能够享用的资源也很多 所以我们觉得搬来珀斯 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而且说实话 我们对于我来说我也有个小孩 已经快七岁了 上小学二年级 在同等条件下 在这边它能够享受的教育资源 也比在希尼更多 因为希尼人相对来是更多 我们不是说怕竞争 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 我可以给它创造一个更宽松的条件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要把它送回 送到大鱼吃小鱼的一个很大竞争的环境下 没必要 对 比如说孩子读书很重要 因为你想这边最好的公立学校 你可能这里的房价可能只要七十万八十万 你在希尼就得double了 希尼的 希尼不是double的问题 希尼基本上没有两百多万 你没有什么好学区 而且就算你在希尼上个私校 基本上每年的学费三四到五万之间 同比来说跟佩斯比较的话 至少贵五千到一万 对 所以来佩斯享受的东西更多吧 对 有钱的其实倒不用考虑这些 对 像我们这些老百姓普通了 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 我之前虽然做的是小老板 但是这小老板 澳洲的小老板都不是很挣钱 都不会很挣钱的 都是挣的辛苦钱 我现在也是自己出来给 为了 其实是图不方便 我自己现在在给Manulog做市场推广 Manulog是类似于UberEat 一个外送平台 是一个洋人的企业 其实他们是在这边 基本上是佩斯 对于佩斯来说 它是市场占有率第二排名第二 仅次于UberEat 然后我给他们做一些市场推广 就是招一些新的商家 包括一些做原有的市场的维护 所以工作也很轻松 对 你刚刚说到这点 我突然想起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知道他在做UberEat送餐 我都没想到 其实这个收入还挺高的 真正做 就是他们做的 对于他们做司机的来说 其实每天的收入是不错的 正常情况下做一个像UberEat 或者是Manulog的司机 一天能挣个一两百块钱 这是妥妥的 那会投入多少时间大概 这理论上来说 在十点到两点 和晚上的大概五点到八点之间 所以一天也就七到八个小时 七个八小时 那算下来你说能挣两百还是三百 两百左右吧 两百左右 那算下来一个小时 二十多块钱 二十多 二十多块钱 然后 因为毕竟这是相当于你给自己打工 对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东西你刨睡啊或者什么的 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比你一个普通的白领 拿的其实不比那个普通白领少 然后你工作的更自由 对 而且好像也没什么门槛 你只要会开车有驾照 就算你不会开车 你能骑个scooter 电动的scooter 或者骑个自行车 一样送 而且时间很自由 对你想送就送 不想送就下线 这个其实真还不错哈 对对于很多那些 其实这边我认识很多 包括白领 他们是白天是做engineering 可能年轻十几万 嗯 他到了晚上 有的时候也会出来跑个兼职 老外也这么拼啊 有老外也是这样 华人也会这样 很多人他们都是可能 有跟他们聊过天了 他们有的人是到了晚上 不想带在家里面陪小孩玩 就是为了出来逃避一下 培育小孩的责任 出来多挣一份钱 第二个的话 有的是确实 他们家里面属于那种 呃 老公上班 老婆是全职太太 老婆那边没有收入 为了贴补家用 他们晚上会出来跑一跑 那不错不错 这个就是当个兼职做 还真太不错 对 全职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澳洲社会的另外一点 嗯 因为这边的话 你 大家对于各行作业来说 不会有什么歧视 嗯 其实这边的劳动者 每天挣钱真的是最多的 包括像水电工 水管工电工 包括像气砖工 嗯 他们每天可能一天能赚300多 400多 有的是最多的能到600多 1000都有 包括 尤其是你刚刚说气砖工的 气砖工 水管工 气砖工现在可挣钱了 尤其这个疫情期间到处找不着人 以前的小工一天可能100 现在的小工什么都不会 去那只需要推个砖 一天能挣250 哇那不错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120 130 这种小工就是做那种 卖个利息就行了 然后你可以跟着那帮老师傅们 学一学气砖 等你学会了气砖 一天挣个五六百 不是问题 对 第二个就是那些水电工 电工 和水管工 他们出活 可能在他们能够自己干之前 需要进行的培训的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三到五年 嗯 跟着老师傅干 拿到一些 拿到这些证 但是一旦他们拿到证 自己能自己干活了 那每天就很轻松 对 基本上这一国 这因为澳洲都有call out 费 给你打个电话我出来看一眼 我不管 待了几分钟 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我已经收掉手了 超过了半个小时 之后是每半个小时去计费的 材料的费另算 所以对于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之前我们家的厨房 那个水管 后面的下水堵住了 我自己没有那工具 没有办法通 打了个电话 交了个水管工过来 水管工过来五分钟解决了 240块钱我就付出去 不是我不想省这个钱 是我没有那个工具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出来开个车 开到你家 把前前后后做完活 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240块钱到挣到手了 然后他又可以干下一个活 每天累了就不做 想这几天就多做点 所以这就是 而且在他们干活的过程中 不会有人对他们 以止气使 不会有人觉得他们脏 觉得他们是什么 下等公民或者什么 没有 因为在澳洲社会 基本上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这是不错 这是我喜欢澳洲的 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不会因为你干什么 而歧视你 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再苦再累 你都是自己做工的 总比那些在外面 homeless 举个牌子 想不劳而获的人强 对 不管你干什么 只要凭自己劳动双手 都值得尊重 对 那你来澳洲这么多年了 我们有时候 新闻经常会看到说 那个什么 你是刚刚说种族歧视 你周围或者你 有没有亲身遇到过 对于我而言 我来这儿14年 我从来没碰见过一次 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嗯 可能也跟我长得快头相对大一点 有关系 因为我当年 在乌龙港上大学的时候 晚上也打工吧 在餐馆洗碗 弄完了以后 也差不多10点多11点才下班回家 回家的时候也自己走夜路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车 走一段夜路 有很多地方也是没有路灯的 每次一开始我也是怀着很忐忑的心情 战战兢兢的往家走 但是走了几次发现 周边身边的人 来来回回 经过你的时候 不是用那种既视的眼光 或者是异样的眼光看你 而是都很很亲切的跟你打招呼 Good night啊或者是 How's the day going啊 这类似于这种很很亲切的跟你打招呼 我后面慢慢慢慢的 我也放下了那种防备 因为每天每天每天走 每天每天走 发现基本上可能跟待的城市 不是很大也有关系吧 因为都是相当于邻里街坊这种人 也挺好 不过我也确实听说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会在 比如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路过某街口 发现一帮厅也拿着水弹 拿着鸡蛋会砸他们 也碰过 但是毕竟还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我们要理性看待的东西 不可能全世界没有那个地方 就完全没有这些事对吧 对 只是说没有媒体宣传那么夸张 对这个东西一样的 可能媒体都是把小东西给你放大了看 但对于我们这些在这生活的人来说 其实不会造成任何困扰 对 对 其实刚刚Simon聊到关于这边蓝领的 不管是地位啊 不管是收入什么的 如果以后你有想到澳洲来留学 或者是干个蓝领工作 首先你确定你能吃苦 第二年龄不能太大 你不能超过30岁 读一个taf啊什么的 那么你读一个蓝领 你能混出来 那么你在这边的生活 不管是你的收入啊 各方面会非常非常好 这个我们这些不光是水电工 然后包括你能 你如果会一个电焊工 嗯 现在在澳洲 尤其西奥这边是以矿业为主嘛 对 西奥矿上呢 随随随便便一个简简单的电焊工 一个星期的工资大概5000到6000 尤其在现在 5000到6000 在现在这个缺人的状况下 5000到6000属于常态 啊 那一个月澳币 那么就是2万澳币吗 至少 呃他干两周休一周了 哦 所以一个月大概拿3 1万5左右的澳币 那人民币算下不就是7 就7万了 7万对啊 对也正常 我看他们的广告也是什么 前工换工都是一个小时 四时五时 只要你熟练的 只要你熟练工种 只要你能够看懂图纸 嗯嗯 都不要求你会跟人家交流 嗯 只要你能看懂图纸别看错 去了以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哦 如果你会看图纸 那你就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可以做监工 监工的工资也不少 一个星期也能有六七线 因为我那个我的那个移民留学群里 其实还有几个就是会电焊的 但在国内很多朋友他会电焊 他不会英语 这个是问题 这个就真的很麻烦 所以英语的问题 如果国内的朋友想移民出来 英语这块还是得需要好好的培训 今天非常感谢Simon给我们分享了很多 关于他在澳洲的一些生活 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 Simon他有时间他也会看的 或者说看的人多 下次我们也可以再拍一期大家关心的问题 然后有关于留学移民的一些问题的话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麻烦大家能够帮我们点个赞 留言转发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